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段奇妙的旅行,就在那一去无返的火车上,无法回头,后悔没用,即使走错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我们无法左右人生,却可以从容心态 一,心无惯爱,最是自在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明月高悬,夏季有凉风阵阵,冬季有大雪飘扬 如果没有闲事扰乱心绪,那么每天都是人间最好的世界 用一颗欢喜甜静的心,满怀自在地活着 生活中没有人是上帝和人,但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学会满足,放下,忠于自己,扔掉不属于你的东西 快乐地享受生活,平静地生活 人们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幸福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接受和放弃 我们都是庸俗的世界,带着庸俗的味道 一路匆匆拾洗东西,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我们才知道如何真正放下 其实一切追求的尘埃,无论是深还是浅,冷还是暖,艰难,富有还是贫穷 都只是一朵过往的云,伴随你的终极只有自己 学会放下,学会关注自己的心灵,认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山凡就简,才是简直美的生活 生活本简单,本可以轻松 何必因为多余的东西,困住你的轻松和快乐呢 人活一世,总是为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奔波忙碌 除了衣食住行,还要追求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 心也就难以自在和逍遥 人只要尽力生活,不强求不忘取 云水随缘就好,努力奋斗的人生活不会亏待他 放下即使拥有,拿得起,放得下,才是最好的人生 二,对酒当歌,即使行乐 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宋,朱敦如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不需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性欲三杯酒好,旷逢一朵花心 骗谁欢笑且相亲,明日因情未定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世事短暂如春梦一般转眼即逝 人情淡薄,就如秋天朗空上的薄云 不要计较自己的心情劳苦,万事本来已经在命中注定的 今天幸好遇到三杯好酒,又看见一朵新开的鲜花 短暂的欢乐相聚,是如此的新鲜 至于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了 人生短短百年,如白鸡过戏,转瞬几时 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何不天天开心?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寻找快乐,发现美好 来的时候是哭的,走的时候一定要笑 三,看淡离别,聚散随缘 鲁郡东石门,宋杜二府,唐,李白 醉别复几日,登陵便吃台 何时时门路,重有,金尊开 秋波落似水,海色名除来 飞鹏各自远,且尽手中碑 这首颂编诗以醉别开始,干杯结束 首尾呼应,一起合成 充满豪芳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感情 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 世中的山水形象,娟美秀丽,明媚动人 自然美,与人情美 真挚的友情,互相衬托 纯洁无邪,胸怀坦荡的友谊和清晨的似水秋波 明镜的,除来山色,娇相辉映 景中欲行,行随景限,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明白 朋友可能会离散,亲人也不能一辈子陪着 跟你一直走下去的只有邻居家装修的电钻 人生如一个车站 总有人来过一阵,后又离开 不要渴望永远的相聚 而是看淡所有的离别 请相信,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四,相知在心,不论远近 宋渡少甫之任蜀州 唐王伯 成雀抚三琴 风烟望五金 与君离别意 同事换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沾金 这首诗是作者在长安的时候写的 一位姓杜的少府将到四川去做官 王伯在长安相送 临别师赠送给他这首送别师 真正的相知是多年不见 依然热络如常 真正的知己不必天天在一起 却懂你的坚持 久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如果真是知己 即使相隔千里 依然懂你 如果不是知己 即使日日相对 依然无话可说 五 放下过去 活在当下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二月已过 三月来临 人渐渐老了 像这样的春天 还能遇到几回 不要忧思身外 无数烦恼之事 且把眼前的杯中美酒饮尽 一段情散了就忘了吧 再美好的回忆也只是昨天 一段圆尽了就算了吧 再多的挽留也只是强求 一段爱消失了就消失吧 不然你又能怎样 抓不住的手就放开它 就像手中的沙 任它流 断了线的风筝 让它飞 它需要天空 你也需要自由 六 人生失忆 心安几家 众陶姓 唐 白居易 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地心安 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相取 年身监狱 望金华 中周且作三年计 众姓栽桃 你带花 白居易被贬折到他乡 他想得很开 种下桃杏 说三年后桃杏就开花了 我离吃桃子就不远了吧 人生无完美 曲折一风景 坦然接受平淡的生活 从容面对人生的无奈 才能做到知足常乐 随遇而安 只有淡然面对 纷繁世事 宠辱不惊地 正视自己的生活 才能收获 更加美好的人生 七 知足常乐 终身不如 山坡羊 圆 张仰浩 一头梨牛 半块甜 收也平添 荒也平添 醋茶淡饭 吃三餐 早也香甜 晚也香甜 不依得暖 圣丝绵 长也可穿 短也可穿 草屋茅舍 游几间 行也安然 睡也安然 雨过晴天 驾小川 鱼在一边 酒在一边 日上三干 游在绵 不是神仙 圣丝神仙 追逐缠了的人 幸福感更强 他们总能在生活中 找到快乐的事 如一朵花开了 吃一个好吃的面包 收到一个小礼物 满足于眼前的小确幸 不攀附于他人 有快乐 不会自取其辱 八 时光如水 静默不严 乌叶提 昨夜风尖雨 五代礼玉 昨夜风尖雨 连维萨萨秋生 竹蚕露段 平漆枕 起坐不能平 世事慢随流水 算来 一梦浮生 醉香露吻一瓶道 此外 不堪行 这首秋夜舒怀之作 具有 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 昨夜风雨交加 这窗的杖子 被秋风吹得 撒撒作响 蜡烛燃烧得 所剩无几 湖中的水已漏尽 一次次斜靠在枕头上 辗转在面 躺下坐起来 思绪都不能够平稳 任世间的事情 如同东市的流水 一去不返 想一想我这一生 就像大梦一场 只有喝醉了酒 才能排遣心中苦闷 别的方法都行不动 世上最快而又最慢 最长而又最短 最平凡而又最珍贵 最易被忽视 而又最令人后悔的 就是时间 李白说 浮生若梦 为还几何 一世浮生一刹那 一城山水已年华 余生并没有那么多 来日方长 只有时光匆匆 为怨 好好爱自己 好好爱值得的人 好好为自己交上一份 满意的人生大卷 九 学会放手珍惜眼前 换西沙 一向年光有现身 送 验书 一向年光有现身 等闲离别 以销魂 九言歌席 莫辞贫 满目山河 空念远 落花风雨 更伤春 不如领取 眼前人 走过半生 我们极其追求的人和事 总是落空 却一直忽视了 一直默默陪伴自己的人 多给陪在你身边的人 一些理解 关心和在乎 千万不要把最差的脾气 都留给最爱你的人 也不要等到 失去贪论时 才想起去挽救和弥补 走过半生 珍惜眼前人 十 简单生活 如此甚好 江村 堂 杜甫 青江夜曲 抱村流 长下江村 世事忧 自去自来 堂上宴 相亲相近 水中欧 老戏画纸为奇菊 锥子吊针 做吊钩 带有故人 共露米 微虚此外 更何求 走过半生 不想刻意去讨好谁 你对我不离不弃 我对你 生死相依 疯子凯说 追赶不上的不追 不属于自己的不要 挽留不住的不留 生活哪有那么复杂 简单甚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